春节期间相信许多民众都会出门走春 甚至是去赏鹰看美景 而在新店除了可以赏鹰 现在居然还有一大片金黄色油彩花海可以欣赏哦 现在就透过我们的镜头 马上来看看这片美丽的花海 今年气候佳 新店区境内的樱花大爆发 但除了樱花之外 新店还有一处不同风情的赏花蜜精哦 一大片金黄色的油彩花海就在眼前 像是一望无际的金色地毯 美丽的黄色花海就位在华城路上 在一处建案城堡山庄的正对面 建案员工李小姐表示 这是公司总裁的想法 所以在一个半月前撒了油菜花子 面积约有三万多瓶 就是希望花开时 让行经这个路段的民众能够赏心悦目 总裁是潘俊荣先生 那他就原本就来自农村 所以他就想说 正好有这一块地有三万多瓶 那本来是荒叶曼草的 然后比较没有什么可看性 那他就想说 把它弄平了 种个油菜花 然后我们另外里面的话 是有波士菊 他说这样参赐的话就很漂亮 让它变成一个花海 只要经过华城路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 许多农民在休耕期 常常会撒上油菜花子 一方面让土地休息 也能够将油菜作为肥料 而在油菜花盛开的时候 黄澄澄的花海就成了梦幻景点 不少民众还会专程跑到台东 苗栗去拍照 而现在 在新店就能够一赏这个美丽的黄色花海 不过再次也要特别地提醒民众 因为油菜花海就在大马路边 务必要注意停车安全 另外在赏花之余 也要爱惜花朵 尽量不要过度踩踏 才能够让这片黄色花海 持续的美丽绽放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